哈喽大家好,我是士奇 欢迎收看打击乐知识百科第38期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件最欢乐的打击乐器 钢鼓 钢鼓是手蝶的灵感来源 没有钢鼓的出现就没有手蝶这件乐器 那我们话不多说 先来看一段钢鼓的演奏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钢鼓发明于1930年代 但钢鼓的起源大概要追溯到17世纪 17世纪的时候因为奴隶制度 非洲人民被送往世界各地 而在加勒比海链的最南端有一个岛国 叫做特利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我们这里简称特多 1777年至1783年之间 西班牙国王为加强边缘海外驻地的防御 邀请法国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教徒 到特多等海外领地移民 这与举动导致大量在其他西印度群岛上的法国移民 带着黑人奴隶来到了特多岛 发展可可、咖啡和甘蔗种植业 而因为其地貌环境 这里的制塘业发展得最好 也因此吸引了非常多的非洲人去那边工作 在特多当地 每年会举办盛大的狂欢节与丰收节 而非洲人民也会一起参与到其中 但因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 奴隶们只能用一些非常规的用品去制造声响和音乐 比如说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废铁、铁棒等等 而到了1838年的时候 随着奴隶制度的废除 特多共和国又迎来了别的国家的打工人 而其中最多的就是我们的邻国印度 那么我们都知道印度的音乐都是非常的魔性的 那么有关于印度的打击乐器 我在之后的视频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 那么随着非洲节奏加上印度音乐的融合 为特多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创新 导致在特多的街头能够随时听见打鼓的声音 让音乐和节奏成为了这个国家每天的必需品 随着街头音乐的喧嚣和发展 在当地许多老百姓对政府不满的时候 也会上街背着鼓去敲打 做游行以来宣示自己对政府的不满 而在1860年至70年间 特多共和国的掌权人士则颁布了禁止敲鼓的法令 这也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颁布了禁止敲鼓的法令 因为政府认为民间敲鼓有存在着传播秘密信号的用途 所以不允许人们再这样敲鼓 那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随着这一项法令的颁布 人民开始从敲鼓转向带有旋律性的乐器 比如说人们会用竹子和各种木桶来演奏音乐 而在民间人们还时不时偷偷举办一些敲筒的比赛 看谁敲的最响 人们会拿大锤子用力的敲打着铁筒 而久而久之铁筒的表面也就变形了 往筒枪内凹进去 那么凹进去又没有办法打 人们就把筒反过来 把凹进去的这一面再给它敲回去 而就在这个一来一回的过程当中 人们发现弯曲的这个铁筒的表面 竟然是能够调出音调的 而到了1948年的时候 随着当地的石油开采 人们把眼光放在了废弃的石油桶上 这些石油铁筒一般是55加仑的大小 形状材质都非常适合制作铁鼓 那么最开始的这种油桶做的鼓 刚开始只有四个音 并且是用扫帚的这个后面凿出来的几个坑 这些音准和质量都非常的不好 而刚开始演奏这些油桶的这些人 都是街头上的一些无事可做的人 平时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事做 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在街头敲这种油桶 一是为了生存 二则是在社会上实在是没有地方去 敲油桶的这群人 是他们唯一能够感觉到有归属的地方 而在这些街头艺人里 有一位年轻人叫做Elly Mannett 他对于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钢鼓的演奏和制作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lly她曾经还被这群敲油桶的团体排挤 因为她其实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人 她不是出生在特多岛的人 所以大家觉得她是外来人 不是纯非洲人 但是到今天我们却叫Elly 钢鼓之父 因为Elly不仅制作出了最棒的钢鼓 她的钢鼓不仅仅能够演奏的更多的音 不止四个音 而且音准也非常的好 听起来对当地人来说就跟钢琴一样 她更是第一个发明了演奏钢鼓的小锤子 并且也是第一个人在锤子上绑上橡皮来演奏 而她的这一系列的发明 我们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也成为了钢鼓的标准音色 而Elly能够制作出不一样的钢鼓 也正是因为她和非洲人不同 她来自委内瑞拉 她可以去上学 并且通过学习和书本上的知识 用自己的想法把钢鼓啊 这一个从五十五加轮的一个油桶 变成了一件真正的乐器 所以呢有的时候太专业了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适当的出圈才能带来更好的想法 我们一定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框住 那么随着Elly的这一系列发明 钢鼓逐渐成了在当地被大家拥戴的知名乐器 这些街头无事可做的人敲的这些破铜烂铁啊 也逐渐变成了大家认可的音乐器具 甚至吸引来了许多女性的青睐 在特多当地的大多数女性啊 其实都会去上学 并且学习一些音乐知识 她们都懂音乐 所以当她们来演奏钢鼓的时候啊 她们往往都能用钢鼓演奏出一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 导致更多的人愿意来学习钢鼓 而最初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用耳朵去听 用眼睛去看一点一点的去学 而随着这一些经典歌曲的传播和流行啊 钢鼓也是在之后更是有了曲谱和众多的改编曲目 而1967年的时候 钢鼓之父埃里移民到了美国 并将钢鼓也随即带到了这片新大陆 并在这之后的30年里 埃里不停的在美国各地 进行着钢鼓的推广与教育 1991年的时候更是加入了西维吉尼亚大学任教钢鼓 把钢鼓交给了当地的人 变成了一件真正的音乐学院里面的一个科目 所以说Elly我们称它为钢鼓之父一点都不为过 而如今钢鼓在美国的发展逐渐壮大 已经成为了一件大家耳熟能详的乐器 更是有不少美国大学将钢鼓划分为一项音乐专业 学生们可以完全靠着演奏钢鼓 考取一所大学并且获得文凭 而钢鼓乐团也成了美国校园里 非常常见的一道风景线 就在这30年的期间 钢鼓的传播也为2000年 我们大家认识到的手蝶 这件乐器打下了不少基础 那么关于手蝶是如何 从55加轮的油桶到钢鼓 再最后到手蝶这件乐器 大家可以观看之前的打击乐百科视频 好 相信说了这么多 大家也对钢鼓这件乐器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大家会想要学习这件乐器吗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士奇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打击乐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